Welcome to Jerry's English Studio! 同学们,欢迎您来到东子英文小教室文法篇 今天的主题是 What is a phrase? 片语是什么? 片语是什么呢? 片语,phrase,是指单字word有意的结合 所谓结合,在这里是指至少要有两个单字组成 不像单字,可能一个字母就可以形成一个单字 而所谓有意的,则是指做某种的词类 许多人不知道片语也有词类的分别 其实片语就像单字一样,也有词类的分别 也是句子里面的一个单位 也在句子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片语就像单字一样,在句子里面也扮演某种的功用 因此它也有词类的分别 我们常见的片语词类有六种 这六大词类分别是 什么是什么是名词片语,non-phrase呢? 它的定义是,整个片语做一个名词用 既然整个片语做一个名词用 所以它的用法就和一个字的名词相同的 在句子中,和名词一样,它可以做主词 可以做受词,也可以做补语 常见的例子有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Personal Computer,个人电脑 My book,我的书 This dog,这条狗 A very expensive pen 一支很昂贵的笔 什么是动词片语,verb phrase呢? 所谓动词片语是指整个片语做一个动词用 它的用法和动词完全相同 特征是,动词片语的第一个字一定是动词 例如,get off,下车,下来 第一个字get是动词 look forward to,盼望 第一个字look是动词 sit down,坐下 第一个字sit是动词 take a walk,散步 走路 第一个字take是动词 形容词片语 adgative phrase 则是指 整个片语做一个形容词用 所以它可以和形容词一样 在句子中修饰名词 或者是代名词 常见的例子有 made of wood 木头做的 very careful 很小心 so hot 很辣 很热 of much use 很有用的 a lot of 许多 副词片语 adverbial phrase 则是指 整个片语做一个副词用 在句子里面修饰动词 用词 副词 或者全句 常见的例子有 on purpose 故意的 after all 毕竟 of course 当然 very much 非常 第五类 连接词片语 conjunctional phrase 这是指 整个片语 做一个连接词用 可在句子中 连接两个部分 所以基本上 连接词片语 和连接词 用法 是相同的 常见的例子有 even though 即使 both end 什么什么 和什么什么 两者都 as well as 和as if 好像 对 最后一类片语是 片语型 介细词 phrase preposition 所谓片语型 介细词 是指 整个片语 做一个介细词用 用来介绍 联系 后面的授词 所以它的用法 和单字型的 介细词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它的外表 有一点特征 它的最后一个字 是介细词 而第一个字 不是动词 如果第一个字 是动词的话 它就会变成了 动词片语 常见的例子有 in spite of 虽然 because of 因为 due to 因为 according to 依据 最后一个 in accordance with 请聪明的你 查查看什么意思 在刚才介绍 片语型 记词的时候 您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不称它为介细词片语呢 那是因为 介细词片语 prepositional phrase 它不是介细词 它实际上是做其他的词类来用 所谓介细词片语 是由介细词加上了后面的受词 所组合而成 而是整个片语 它做一个形容词 或者做副词来用 也就是说 介细词片语的表面上 是由介细词加受词所构成 但实际上它的功能 却是形容词或副词 比如说 of much use 这个我们刚刚在 形容词片语里面就看到过 您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of是这一词 much use是名字片语 合起来 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但是它的用法 却是一个形容词 很有用的 就等于very useful的意思 in Moscow 在莫斯科 at home 在家 on the desk 在桌上 in time 即时 of course 当然 那么这些 都是介细词片语 但它们都不做介细词用 请您 务必要 了解 片语型介细词 它是一个介细词 而介细词片语 则不是介细词 只是它的外表 有点像 它的第一个字 是记忆词 然而它的功用 却是一个形容词的用法 或者是一个副词的用法 所以请您注意到哦 我们一般分类里面 是不包含 记忆词片语在内的 同学们 当您辛苦的 在背诵 英文片语的时候 不要忘了 也要注意到 它的词类 因为 正确运用 片语的词类 对英文的造句 非常的重要 最后 今天的冬子小语 施语者 生活在爱中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您会发现到 我们会 真的生活 在爱里面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你 我们开始 在词类 我们开始